不久前在墨西哥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天坑 而且很恐怖的是 这个大洞居然还在不断地长大 从原本的十公尺 短短三天的时间 直径就变成了八十公尺 甚至有可能把附近的房子都给吞噬掉 让居民人心惶惶 不过这个大洞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目前当地政府还在找答案 但说到天坑 不只是欧美国家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状况 而且关于天坑 还有不少的诡异传说 还有人说 这种莫名出现的大洞 很有可能就是万星人的杰作 透过空拍镜头望过去 一片绿油油的田野间 有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仔细看这个大洞里面还有水远远不绝的涌出 这里是位在墨西哥中部的一处浓田 就在上个月底突然冒出了一个大天坑 居民一觉睡醒都下坏了 最开始这个洞的直径大约只有10公尺 但才短短三天就扩大到直径80公尺 就怕继续扩大连房屋都会被吞噬 当局马上疏散居民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几天 这个大洞持续扩张 开始蚕食房屋 这个天坑是怎么来的呢 环境部长认为是附近地区都在进行耕作 导致土质变远 加上过度抽取地下水 但确切原因还有待调查 其实天坑不只是在欧美国家 世界各地都有 上世纪末 一支探险队来到重庆市凤杰县 一个名叫小寨的地方 他们在这片崇山峻岭中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讲到天坑 那一定最先提到他 位在中国大陆重庆的小寨天坑 全世界16个大型天坑 有9个都在中国大陆 而小寨天坑是里面最大的一个 眼前的这个巨坑 正是迄今为止 已被发现的地球上 容积最大的天坑 港口地面飙高1331公尺 总容积更是达到1.19亿立方公尺 透过镜头望过去 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一般 天坑里面有两栋小屋 曾经还有人隐居在此 进到天坑内部 就像闯进桃园明底下的桃花园 沉沉流水 既猛幻又神秘 第二天 考察队从中部平台继续垂降 终于来到了坑底 攻击大底了 进到小寨天坑 仿佛成了井底之蛙 坐井关天 不由得赞叹 大自然的回复神功 小寨天坑底部的暗河 绵延十几公里 探险家在这里 发现超过两千种植物 更存在好几种的珍稀动物 就像一本活的生态教科书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 天坑底部的一个溶洞 现在下面的情况 完全是一个未知的状态 关于天坑 还有许多未解谜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美国考古学家 正研究着墨西哥 尤加敦半岛的卫星影像 突然发现了一个特殊景象 站栏的地表坑洞 分布在这片干旱的土地 考古学家发现 这些天然水景 是被称作世界最神秘古文明 玛雅人的饮水来源 研究团队前进水下 发现这里有一条 长达347公里的地下水道 有两个洞穴相连 对古代居住在这里的 玛雅人来说 正是象征 生死循环的地方 古代玛雅人认为地下水道 始终于800年代 他们的秘密的地方 被逃避 一后第二 事实上玛雅人 一直都被称作是地球上 最神秘的种族 突然间崛起 又突然间消失 考古学家还发现 在公元909年 玛雅人突然停止 大规模工程 离开肥沃的土地 转向深山清移 为什么要抛弃文灵建设 是出于自愿 还是另有隐情呢 有公路表示当时各个城市之间 交通和贸易都有交流 有堡垒代表防御武力 有一定程度 玛雅人在前年前就搭造出了 仿佛现代世界的各种建设 也难怪会有研究人员推测 玛雅人并不是靠自己 而是有外星势力从旁协助 才能有这般的辉煌成就 至于天空形成的原因 到现在科学家依旧争论不休 包含了全球暖化 埋藏在地底的导弹 爆炸等等 还有最多人支持的小行星 撞地球 再连接到和玛雅文明 息息相关的尤加敦半岛 神秘圆环 导致有部分科学家认为 天坑的出现 说不定和外星人有关系 在地表撞出大洞的 可能不是小行星 而是外星人的飞船 他们的到来也协助玛雅人 创建文明 大自然的奥妙无穷无尽 在这颗星球上 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 等着人类继续去探索